國臺六十五歲醫生臨口的健保費補助 國管市是都不一樣 國民官府從七月開始就要對家補助 做切做資料 總共會有一萬八千五人收費 國民官府從貴賈保助六十五歲醫生的 身心腸癌者和百歲年齡的健保費 所以我們針對六十五歲以上 中度的身上的朋友 全額補助他健保費 那還有百歲的人類 那我們也全額來補助 老婆娘娘這樣很好啊 怎麼說 因為我一個月才三千多塊錢 國民官府從事表示 國民官府從貴賈保助六十五歲醫生 勤到身心腸癌者一萬一千空七十七人 從貴賈保佈25%拿到50% 六十五歲醫生的中度 身心腸癌者7744人 貴賈保佈50%拿到18% 百歲人稅135人全額補助 總共一萬八千九百五十六人收費 主動責責 上這個健保室那邊那裡來做資料 所以他們是每半年來做一遍 所以我們在七月初一開始來信訪 我們這些相關的貴賈保助 負責組合的這些朋友 都不用來申請 文官府就說 不像六都全額保助六十個醫生中 者的健保費 但沒有六都的關係 因為責任困難沒辦法來反例 可以先健康就好不便宜 尤其可能醫療主要比較少 交通不便就醫身份比較高 現在一年中價變六千五百多萬 僅僅可能有社中者的健保負擔 每年每個月上次的保助826元 記者 請願鼓勵報導